它可以吃檸檬 而且還吃成這個樣子 完全沒有酸的感覺 什麼意思 欸滴滴啊 你很能吃酸吼 他把皮吃掉 這個到底是檸檬還是有成啊 對啊 真的 什麼意思啊 他沒感覺耶 大阪也太熱了吧 MOMOさん有特別跟我說就是 你們還是要說短褲短袖喔 日本的夏天也是沒有在客氣的 非常的熱 這位寶寶剛剛在飛機上 非常的活潑 活潑到我們真的是很受不了 你知道嗎 不睡覺 降落的前一刻才睡著 希望他可以一路睡到中午啦 讓我們好好吃飯 我跟你講 通常這種時候都會事與願違 因為他每次在吃飯的時候 就是他 起床開心玩樂的時候 MOMOさん會幫我們顧寶寶 MOMOさん會啊 MOMOさん這次是屬於一個 脫嬰的功用 保姆的概念 我們這次就是來大阪四天 然後很久沒有來大阪的MOMOさん了 然後MOMOさん也很期待喔 他還在那邊跟我說 喔好啊那你搭最早南班飛機來 我就幫你安排吃辣麵的行程 吃完辣麵之後 我們就去哪個咖啡廳坐一下 然後簡單逛一下街 然後晚上去吃燒肉 今天禮拜一他還休假 很剛好耶 KONICHIWA MOMOさん HiHi MOMO 來不及來玩 真的先不要耶 千萬不要就要起來玩耶 MOMOさん很熱心喔 他說 還是我到車站接你們 我說好啊太好了 我們應該做這件事 哈哈哈哈 就是很隨口 我每一句話問 欸你知道嗎 我們在台北怎樣 欸你知道嗎 我們在機場怎樣 然後MOMOさん就說 你不要一直問我你知道嗎 我什麼都不知道 你覺得我會知道嗎 對 你是不是很難聊天 這個是朋友之間 我一個口頭禪 我隨口問一句好嗎 你感覺很認真說 你知道嗎 我就不知道啊 MOMOさん自宏在 在同的頻道出現之後 就現在變得很難聊 大口陣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來到的地方 是昭和町 所以這間店 是你以前 住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找到的愛店是嗎 對 它是在我家後面 我每天都看了很多人排隊 我現在期待只爆表了 糟糕 不要這樣 MOMOさん現在很擔心沒開 他小跑步跑過去 有開有開 OK 大丈夫です 這個一定是住在當地 才會知道的店啊 拉麵 它是非常非常清淡的樣子耶 我的是鹽味拉麵 雞白湯拉麵 淡的醬油拉麵 看起來非常好吃 而且真的都是當地的 我覺得我的鹽味 稍嫌無聊 就是一般的鹹湯 然後我剛剛 偷喝了我老婆的醬油 哇 很好喝 你會想要多吃幾口 去了解它到底是什麼味道 不會死鮮 雞白湯 很濃郁耶 是那種濃郁型的雞白湯 我覺得我的醬油很好喝耶 它帶一點淡淡的柴魚味 然後醬油是我沒有吃過的醬油 我覺得它的醬油真的蠻特別的 然後 莫莫桑點的那個雞白湯 我覺得它是非常濃郁的那種 有點狗狗的感覺 我不知道你吃這麼重口味耶 對 我吃很重口味 莫莫桑現在是吃重口味的女人 我覺得你這話 說話可以好好說話 你覺得我話中有話 對 你話中有話 我跟你說 我就是話中有話 我覺得這樣不行 你有推大家的折扣機來買東西嗎 不論是7月的或者是1月的 我最喜歡 冬天 你說1月的那個折扣機 對 冬天的話感覺會打到對折的 那種價差會比較大 譬如說大衣然後對折的什麼 喔 對耶 大衣都賣很貴 莫莫桑剛剛說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個沒有百貨的三樓 她通常會把它稱之為千金小公主風 那你會喜歡逛這一樓嗎 會 那你覺得這一樓適合我太太嗎 對啊 對啊 她剛剛打量你耶 她剛剛轉頭打量了你一下耶 萌萌莫桑你不要對我老婆那麼不友善 老娘是你老公和大學同學 你給我注意一點 哈哈哈哈 這邊的風格就是很日本 日本就是多三次的穿搭 我不會耶 我覺得我好難喔 我好像不是這種會搭配的人類 我剛剛在裡面餵奶的時候 突然想到了一個還不錯的想法 就是他等一下睡著的時候呢 我們就來去吃晚餐了 哈哈哈哈 現在兩點半了 哈哈哈哈 妳想說 三小我是跟妳兩隻租出來去逛街嗎 兩點半 而且我剛剛問他們吃中午餐的時候 我說你現在餓嗎 都不是很餓 我跟妳說我們要把握時間 只要小朋友有睡著 我們就快點去吃飯 對 有時間就趕快衝了好不好 等妳之後妳就知道了 我現在就是一個詛咒 小怪獸睡著囉 有 我們剛剛已經決定好了漢堡牌 漢堡牌認真 她剛剛很認真跟我說 其實我好像吃了一下 我殺眼 可是說真的 妳剛剛只在我們吃那碗拉麵 那碗拉麵的份量本來就不大 那碗拉麵的份量本來就不大 不是我的意思 是說你們前一秒才跟我說過不是很餓 她就是那種女人心海底針 妳知道嗎 你怎麼這樣說話 妳可能25歲的時候也是這樣吧 對我25歲也是這樣 老公你覺得我要用你的錢來付嗎 沒關係啊 妳可以用我的錢啊 反正我都錄下來啦 不要說妳用我的錢然後大家都不知道 我幫忙我跟你說 唯一是很現實的殘酷 不要輕易它 如果知道 大概是我這一週聽到第二次講這種話 上一個是誰 我另外一個有朋友 我另外一個有朋友 對 可是她又覺得好像 她怕我會恐婚 她又說 啊沒關係啊 我覺得妳還是想一下 沒有到那麼可怕 沒有我告訴妳真的很可怕 我就是想要進去精品區 萌萌桑 萌萌桑偷帶妳來到精品區 萌萌桑 萌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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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當然可以 可是他剛剛那個眼神 我們來看replay 可以啊 可以啊 他有點飄移了 對 心虛了 之後就開始封鎖 疫情前我就說要來日本找他了 結果一個疫情拖到三年後 我才真的踏入大阪市這個地方 都換了一個女友又幾個來活 還有小孩 真的耶 好像是 幾個女友沒有介紹給你認識 好可惜 就不參與那一段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在滴酒會點咖哩 這我剛剛已經問你們說 你覺得有點咖哩很奇怪嗎 你們說都不會 對 可是我真的看到的時候我覺得有夠奇怪 你說這個真的是牛舌嗎 是牛舌 那他怎麼牛舌會燉得那麼爛啊 他就不像是烤的一樣是很彈牙的 這個是軟的 很神奇 他怎麼會把牛舌弄成這樣子 一絲一絲可以化掉的 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咖哩的 有沒有看到 這是牛舌耶 是這樣可以切開的耶 很神奇吧 可是你看這個 這個怎麼可能是烤的超脆的 這個是牛尾湯對不對 我覺得他的肉跟這個肉很香 所以吃起來有點像牛尾咖哩 綠酒牛舌還是很好吃耶 雖然他就是已經連鎖化了 可是我覺得他的味道就是 真的還是很好吃 好不吃吃看吧 你覺得可以嗎 它的烤烤味很香 就是它在口感跟不一樣 因為牛舌的口感你還沒有習慣 牛舌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習慣了之後 你會覺得牛舌就是別有一番風味 吃了到第二塊的一半 我就發現我真的不喜歡吃牛舌 其實我剛開始吃牛舌的時候 有你這種感覺 就是我不覺得我在吃肉 我今天就想吃到肉 可是你給我牛舌 我就覺得這好像不是肉耶 我只能說你不是不喜歡 你是還不喜歡 你為什麼要一直強迫我 腹底要多逼人 你不要當控制人 好像這樣恐怖 事不關己的樣子 你知道嗎 在那邊喝飲料 裝沒事 我們都要吵起來了在那邊喝飲料 結論他還不喜歡吃牛舌 我們剛吃完了牛舌 現在我們要回去南波站 好想睡覺喔 一眨眼的時間 我們又到了晚餐時間了 我們覺得好才剛吃飽好奇怪 我們現在晚餐來吃的是 新齋橋松屋 看起來是真的很高級的餐廳耶 我們進去吃吃看 我們今天點的是這個 百花繞亂的套餐 剛剛店員發現我是點可樂 就幫我送了一個 五酒精的餐前飲料 也太貼心了吧 好看 這個肉看起來也很好吃耶 不知道上哪一個部位 肚子 肚子 哈拉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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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拉是肚子 這個和這個都是肚子 都是肚子 再次感謝Momo-san 忍受我們兒子的無理去鬧 還有大學朋友和他老婆的無理去鬧 他可以吃柠檬 而且還吃成這個樣子 完全沒有酸的感覺 什麼意思 欸 滴滴啊 你很能吃酸齁 他把皮吃掉 這個到底是檸檬橫柳橙啊 對啊 真的很 什麼意思啊 他沒感覺耶 這邊也是很漂亮的肉耶 這是壽喜燒的醬 大家有看到嗎 這麼大片 很香耶 很香喔 試試看它的口感 超好吃 超好吃的 口感是 那個醬 烤下去就有一種焦香的 超好吃的 而且是甜甜的 壽喜燒 它就是甜的嘛 怎麼樣 很嫩 很嫩 這麼吃的真的 很滑嫩 這個肉超OK對不對 可以可以可以 我覺得可以單點 是不是要單點這一個肉 這個肉真的很可以 它就是壽喜燒白絲焦的肉 好緊張喔 被你們這樣講 要一口吃嗎 還是你們會分幾口 它有點大 你可以分幾口 我要問得很細節 我不想要造成就是比較好的 基本上就是它所吃 它不見了 是吧 它不見了對吧 很滑嫩 欸好好吃喔 好扯喔 怎麼講它 因為它很薄 所以你大概可以預想到 它就是吃起來會是軟軟的口感 它吃下去 你一咬 然後它就化開 然後又不像一整塊的那種方形的 和牛 那麼 那麼油膩 而且它的調味是壽喜燒焦的 所以吃起來我覺得真的非常不錯 有時候點了一個菜的時候 我覺得你好像可以再單點這個肉 對 如果你吃不夠的話 所以你覺得這一個 可以讓你們成為再來一次送屋的理由 我覺得可以啊 可是其實我覺得他們家的肉一直都還不錯 摩摩上 經過了一整天的跟我們吃的餐 有什麼感想嗎 跟小小禮出來是不是很累 是 還好啦 好啊 那我們明後天的晚餐見喔 他眼神游泌了 對啊 他不敢看我們 我們明天要再約喔 你要是沒有出來的話怎麼辦 不會啦 不會不會 你會 我們抵擋我們的住宿了 我現在要來簡單開箱我們這間住宿 就是APA 大家都知道要連鎖的 超級小 玄關這邊就是一台娃娃車就沒了嘛 床是一張雙人床 然後靠牆壁 這裡有個縫隙 我們剛好把行李塞進去 其實他現在APA 因為為了節省空間 很厲害的地方是 他床下面已經做鏤空的 你可以直接把行李推進去 所以他就不用站在走道的空間 終於有人想到要這麼做了 床的旁邊的走道就是這麼小 冰箱在這邊 然後梳窗在這邊 進門的右手邊就是廁所 我們打開來看看大家就會知道廁所多小了 就算再小還是免治馬桶 房間雖小但是電視卻非常大喔 你看這個電視是跟床一樣寬的喔 我開箱完了 為什麼我要開箱這麼無聊的房間呢 因為你訂的很便宜 沒錯 你知道我三個晚上訂多少錢嗎 你錢我知道 你要說你不知道 好anyway我這三個晚上訂5000塊台幣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好嗎 而且這個位置很好 我們走五分鐘就直接到新宅橋最熱鬧的地方了 訂的非常的漂亮 因為就是5000塊 住三個晚上 你還要奢求什麼 其實說真的它也很整潔 它就是空間很小而已 省下那些錢幫你買包包 你說的喔 這裡有個窗簾我還沒打開來看 但我今天晚上不想打開來 我們明天早上來打開來看看 外面是不是有厲害的景色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